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古埃及,我曾与黄金一起将永恒且神秘的远古力量嵌入法老面具 在欧洲,我曾在无数名画上接受诗人膜拜 而在中国,我不仅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传奇 我,青金石,拥有全世界最深最永恒的天空之蓝 有人说,我是天空掉落人间的蓝色碎片 也有人说,我是大海最幽远的深蓝 虽然拥有几乎和天地同寿的年岁 但我的故事还得从以阿富汗为起点的青金石之路开始 漫长而艰险的贸易路线,使我身价倍增 与生俱来的机制和稀缺,使我在所有人类文明中无可取代 这些人类文明中无可取代 色相如天,若惊险散乱,若众星离于天 当我被矿工们小心翼翼地从岩石中挖掘出来 跨越高山,穿过沙漠与河流,落过强盗与灾难 终于到达中国时,我已成为比黄金更珍贵的宝石与颜料 我这一路,注定要在不同文明之间穿梭驻流 但不管抵达哪个国度,人们对我的喜爱和推崇 从一开始,便如出一辙 尽管一度被阿富汗封为国师 我还是更喜欢汉语赋予我的诗意和气质 金经,囚陵,锦鱼,金鱼,金带 都曾是我在中文世界的名字 《大唐西域记》中,我便曾以金经之名在巴米扬大佛前 与高僧玄奘有归一面之缘 但,这并非我与东方文明第一次相遇 西汉时,张谦开拼的五丝绸之路上 来自阿富汗的上队便曾将我带到中国 圣唐一将,作为源自异国的蓝色珍宝 我已是东西方教会中的常客 而在那些古老虔诚的石窟中 我更以颜料的形态描绘出层层叠叠的传奇故事 留下神话般持久绚烂的色彩 作为全世界最奢侈的天然荒芜颜料来源 画匠们必须耗费足够的耐心和体力 才能拥有上好的天然群情 等坚硬的原石在巧匠们手中反复垂塔磨碎 再经过一系列反复而细心的操作 才能将矿石中的杂质分离出来 提取出最纯净的青金石颜料 作为颜料的我 仿佛凝固在彼端的时光 诉说着生命般的神秘 诗意和深邃 矿物颜料它的属性是特别稳定的 因为它是岩石嘛 所以它和我们经常用的植物颜料的 这种化学合计的颜料呢 它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就是矿物颜料 它作为一个岩石的一个本体 它经过上千年的这个面片呢 它是最变色的 我的颜色是主佛头顶那一抹神圣之蓝 像是一片不可撼动的无尽之海 凝聚着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奥秘 催枯拉朽的千年时光 袭净多少 温云世世 却永远冲不掉 我最初的鲜亮 与纯净 时间在我脚下流淌 而空间被我赋予永恒的光芒 我将体内沉睡亿万年的蓝 倾注于画师笔下 每一笔 都是人类 对高贵与神圣的向往 在敦煌 委托画师们 以我青金石作为颜料的 我是用我这极致绝美的蓝 来点燃他们的追求和信仰 或是以我的昂贵和稀缺 来彰显他们的心愿和虔诚 将我留在画壁上的每一画 都是供养人对永恒的追求和敬畏 如同流淌在敦煌壁画中的一曲不老旋律 在这幽深的洞窟里 我来自遥远山脉的这摩蓝 就这样和季月天们一起 与天空同色 与时间 共过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一夹次又一夹次 一百年又一百年 直到所有纷争都在风沙中散去 直到其他颜料都被时间褪去光彩 至少还有我 画师们留下的这抹蓝 依旧鲜亮如初 坚定不移 这 就是我在东王的故事 一代纷飞 是人世间不结不灭的美好相望 青金闪耀 这是我生来点化月国界的语言 回头却顾 人间事 胆间群青 四小童 中国传统色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它一直对外来文化保持着交流吸收 青金石的原产在今天的阿富汗 一方面它向西传达到了地中海 另一方面经由中亚 到了我们的新疆 到了我们的敦煌 到了我们的中原 就青金石这种颜色 它就是中外文化交流 我们中国色彩吸收外来文化的 一个典型的象征 到了清代 天坛的顶就用了青金石的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青金石的说法叫色相如天 皇帝要去天坛祭祀的时候 他不仅要看到天坛的顶是青金石色的 他还要戴上青金石的朝珠 这都是制度的安排 我 青金石 不仅是一抹可以媲美天空的湛蓝 更是这个星球上不同族群 对美好和永恒的共同追求 亿万年以来 我虽然沉默不语 却也胜过千言万语 早已成为丝绸之路上 不同文明间的沟通美景 成为人类文明 留在天地间的永久印记 成为无尽时空里 永远抹不去的 文明底色 永远抹不去的 永远抹不去的